和你们出道快乐 还有你不在家的时候 我们都特别的想你 妈妈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哦 出道后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事情 好的坏的都会存在吧 但是我相信你已经长大了 等用好的心态和情绪去面对一切 只要你觉得对的事情 我们都会支持你 因为你在我心目中 一直都是那个优秀懂事 为自己目标努力的孩子 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加油 同时还要祝福你和你的六位兄弟们 希望你们在追梦路上 携手同行 互相帮助 创造属于你们的未来 时代少年团未来可亲 加油哦 你别告诉我这是我妈路的吧 那你们有什么想跟父母 或者家里面的人说的吗 就回来的时间也比较少 然后就你们对 然后多自己照顾照顾自己 然后呃 反正我不在的话就多出去玩玩 对反正要是我回来的 你们也没什么时间出去玩 对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 对反正就是你们自己也把身体照顾好 然后去开心这份 浩翔 今天是你们团队正式出道的日子 爸爸妈妈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 从练习生一路走来 你经历了不少波折和困难 爸爸妈妈一直在陪伴着你 支持着你 你的坚持和努力也让我们非常欣慰 今天也是你人生事业的新起点 爸爸妈妈希望你不忘初心 勤奋学习 坚定自己的方向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做一个有理想 有责任 有担当的少年 同时也希望你和其他六个小伙伴 团结一心 勤学苦练 朝着打造一支国内顶级水平的偶像团队去努力 最后 顺住时代少年团 不负时代 鼎力前行 红红火火 我爸爸的声音 所以你有什么要对父母说的吗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这么支持我 对 虽然说 开始的时候 因为自己的想法 和你们有过一点点的摩擦 不过 我觉得 你们的儿子 他也在慢慢慢慢地 开始懂事 也会 也知道你们的不容易 希望你们以后 不要太担心我 然后 我会努力朝着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目标去 前进 然后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实现自己的目标 曾远 今天看到你出道了 爸爸妈妈都很高兴 在爸爸妈妈的眼里 你已只是一个听话懂事 努力上进的好孩子 对这些事情特别认真负责 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也非常坚定执着 在未来的成长路上 希望你再姐再丽 好好学习 努力做一个 善良 勇敢 并且多彩多艺的正能量偶像 最后祝 实在烧点团的孩子们 出道快乐 祝 实在烧点团 大哄大志 那你有什么想跟父母说的吗 谢谢你们 我会不负你们的期望 好好努力的 等有朝一日 如果 我有能力了 然后我就 我们俩就可以换个身份 就是我来 支撑这个家 对 你们就可以好好养养养自己的身体了 然后好好 过自己的生活 正确让你们 多做点这一生 没有做过的事 今天就我妈 哈啰哥哥 儿子你还好吗 听到妈妈的声音很惊讶吧 在北京也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们都很想你 你以前说要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妈妈现在终于看到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你了 你真的很棒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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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你是弟弟们的榜样 妈妈希望你继续加油 和你的队友们好好学习 好好努力 将时代少年团的正能量 唱响全世界 最后 祝贺时代少年团 手上会议到变化成功 哥哥我们爱你 我弟弟好乖啊 我弟弟是真愣的 对 有没有什么想对家人说的话吗 挺好的 我最近跟我妈联系 我妈都没给我说起这件事 想给你个惊喜吧 其实我挺想我弟弟的 我还给我弟弟买了离国 我觉得 我还挺想到 我想回家看一看他们的 其实我现在比较想做的事情 我就比较想回家看一看 想给我弟弟做个榜样吧 他毕竟还想想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 我觉得这些都比较重要 就让我弟弟快快长大 然后希望他以后会越来越好 身体越来越好 哈喽哥哥 你有没有想我吗 我们都很想你哦 你为了自己的梦想要好好努力哦 过年咱们一起回家堆雪人 也祝七位大哥哥出道快乐越来越棒 加油 儿子 北京的冬天很冷 要记得多夹紧衣服 千万别感冒 变生期感冒对嗓子伤害很大 冬天要记得多喝温水 要保护好嗓子 平安度过变生期 在外面要和大家好好相处 要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懂得感恩 懂得珍惜 爱你的人 最后祝七个宝贝出道快乐 越来越好 登上更大的舞台 这家人 就是感谢他们把我 抚养到这么大 然后把我带到这个美丽的世界 虽然我们有时候就是意见不同 但是他们还是轻易地去倾听我 感谢你们对我的惯爱 还有服务我长大 然后我想说 哎呀不好意思说 就是我非常爱你们 对 小蝶 你直接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哦 最近讲闻了 你要多穿点衣服 没早感冒了 晚上下楼口 你都早上睡觉 多注意休息 然后有时间的时候 给妈妈聊点嘛 你个人在外面 她反正担心得很 两个多月没看到你了 都好想你 我好想你 哥哥 还有你平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所有的事情 只要你经历就可以哦 哎呦 谁让他们肚子 都不给我说一声了呢 就是 我很好 然后也不用担心 我都不用大了 能够照顾好自己 对 然后 我现在自己的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了 就是 希望你们能照顾好自己 然后 天天开心 然后 我知道你们很想我 我 现在好好努力 好好工作 然后以后都陪陪你们 儿子 今天是你们出道的日子 我和你老爸老哥都非常高兴 有几句话要叮嘱你 这几年你进步很大 这些进步 离不开公司对你的培养 离不开小伙伴的帮助 更离不开粉丝的支持 当然 你自己的刻骨努力 坚韧不拔是你成长进步的基础 儿子 你选的这条路很艰难 你记住 所有的成功 都是艰苦奋斗换来的 你要做一个谦虚谨慎 借教借照 懂得感恩的好孩子 不辜负爱你的人 对你的期望 团结你的小伙伴 共同努力 让此代少年团 有个辉煌的前程 儿子 你一个人在外 爸妈很牵挂你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有时间多给妈发个信息 打个电话 你要是累了 倦了 你就回家来修整一下 慢慢想你 双四一 你们的演出特别棒 这是个很好的起点 祝愿时代少年团 越来越火 让更多的人喜欢你们 加油 儿子 小伙伴自己有时候 会讲一些 理由吗 我其实 不想实话 其实我就是个理想 主持人 我会幻想很多 美好的事情 但是我在改变 碰到的很多事情 我爸妈 还有很多 在最后 我不知道 呃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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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很多 支持 这种东西 嗯 詹音说 嗯 勇敢 你勇敢 其实勇敢就是在那些 你自己觉得 很难受的事情 但是即便 再难受 你再不愿意 你都要去想着法子 去整 我觉得这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 我真的很感谢他